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强化版 season 2 的 American Pie 之前有若干的听众留言说 你好像常常影评,影评不关我的事 电影上我控制不了 你不如写上去马火叫人不要上 上少一点可以吗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弄了特别片 说一下漫画 上一次我们在《DC Rebirth》做了《速報》 立即剧透了 基本上都要叫他们买书 也要支持买书 这里也会继续剧透 我们在这里继续和大家吹吹水 说一下《DC Rebirth》的不同刊物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Ivan 这个特别片只是安排在YouTube播放 所以不需要考虑如何下载 你在YouTube自己下载 你也可以找方法在YouTube下载 今时今日科技有什么做不到呢 没错 连某枝烟都放在《DC Rebirth》 我只有几天不敢开 你认你开吗 为什么不敢认我 我才是正常人 你要跟其他人交代 你不想跟我交代 立即讲讲《Rebirth》的阵展 现在已经推出了六本书 《Batman》 《Superman》 《Green Arrow》 《Green Anton》 《Aquaman》 《Touch》 《Action Comics》 8本书 8本书 我们几乎看完 买完 我们是买完 我们有偉大的猛游者 在《DC App》买 很多为Marvel的女人 买《DC App》 很多观众上网留言 你怎么看这么快 除了邪度之外 我们是在《Comicology》的《App》买的 其实很方便 你用Credit Card就可以买到 你最深刻的是哪本 你觉得最好看 最深刻? 如果说好看的话 或者有关联的话 其实我觉得《Flash》是好看一点 《Flash》是主线 因为他开播整个系列之前 他出了一本《特刊》 就是直接叫《DC Universe》 就是我们上次《速报》 他交代了很多不同的人 包括有Flash的短故事 主要是Wally 我的意思是他用Wally来串乏所有东西 但他有交代Batman 他有交代大超 他有交代Aquaman Aero Aero 还有Flash 但如果看主刊 除了《Flash》 其他跟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先说一下这个出版计划 为什么DC会这么投降 要说回2011年的时候 DC推出了被受赞颂的Event The Flashpoint 在Flashpoint完结后 整个时间才整理过 亦融合了Wildstorm 三条故事线 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 当时就叫做The New 52 大家都以为The New 52是一个Event 其实不是 它只不过是一个出版计划 因为当时DC是推出52本Title 所以它就命名为New 52 跟着这五年的连载 即是六十多期 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因为是月刊 它的Market Share 是连续四年下降 DC很厉害 DC也出版计划 很成功 而要和大家留意的是 我经过我的研究之后 Marvel是连续四年上升的 公布2016年的上半年的数据 今年的Marvel的Market Share 是达到43% 而DC呢 哈哈哈哈 已经达到23% 但是DC之前是出了几波系列 除了主刊的52本之后 另外Face 2又出52本 不知何时又出多52本 它不是出多52本 即是有些接了 再出接了再出 OK 即是没有156本 没有 它维持都是52本Title 接了一些不能卖的 更加不能卖的 期间有没有印象哪几个是接了的 譬如那些Hawk Man 我现在也说不回 其中有个Justice League 好像接了 Justice League International 是的 Justice League International 是的 Booster Go没有够购买 是的 Booster Go真的没有够购买 甚至没有事 好像Midnighter也没有剪掉 那本《Stormwatch》也剪掉 《Stormwatch》也剪掉 然后去到不行了 即是要止蝕了 亦都因为老毒者 好像我这些 尿得他太金 他终之用一个 大家都很想出的白人Wally 不是肤色的歧视 是真的很怀念 所以他就用Wally 是否必要这么正式正确 其实真的没有 因为他已经弄了黑人Wally 其实大家都很不喜欢 总之用白人Wally 去重新带出原来 其实旧世界没有消失 只不过是有人 有幕后黑手 去偷走了这十年时间 即是去REVAM 过我们 其实我们还在 在这儿的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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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勇气 未偷走了这十年 所以他现在做了一个月的计划 其实也不是一个月的 所有书行都会推出一本叫REVIRD 例如Wonder Woman REVIRD Aquaman REVIRD 只不过一期 之后他会再在自己的title 就RETITLE 由1 2 3 4 5 6 开始计算 所以这个计划 即是可以叫做Rollyum 不知多少 即是第几集 但他有些是逐数 例如Action Comics和Detected Comics 这辆是由900多 所以如果你未来看到 有900多期的AC和DC 不用怕 这是REBIRTH 那当然是900多 这条水我不吃了 没多久就只有1000 很龙虎满 1000期有多少特别版 要跟粉丝说 就是我们很怀念的 红底褲大超人 就已经回来了 不过他是穿黑衣服的 现在换回了 Superman主刊 有吗 对 不是 你CAP那张图 其实他是说 之前他打Doomsday那段 不是 Action Comics里面 已经换回了新的shoot 因为Lufos 他扮演超人 他不抵得 就变成超人 就跟他抽 其实之前 去年有一个大事件 叫做多元融合 Brainlian 你讲的convergence 是的 Brainlian 抽取了Freshpoint 时间线之前的大超 完事件之后 他就送回宇宙里面 但因为时间线 已经变成Lufos 52 所以他唯有跟他老婆隐姓名 Brainlian Brainlian 他就生了个儿子 他的儿子叫Jonathan 是为了寄临他的养父 曼记刚刚说黑色衣服 就是因为出了一本 叫做Lewis and Clark的书刊 说他这五年里面是如何生活的 他就穿黑色衣服的超人衣 去行合仗义 Brainlian 最新的Superman主刊 说到Lufos 52的超人 被我们中国制造什么都会爆炸的超人 就炸死了 你没有说错 中国是制造了他属于他的复制超人 但由于什么都会爆炸 中国才会爆炸 炸死了 其实也不算 只不过是他本身有癌症 加上这个爆炸就令到他变了一堆灰 即是枝爆 那那个化疗友做不成 他真的很重要 你明白吗 他完全是反映着现实世界 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患了癌症 一枝爆影响 美国的象征就完蛋了 所以就要推出旧价值 所以大超 我们有一本叫Superman Rebirth 其实他也好看 就是说旧的大超如何去怀面 Lufos 52的超人的一生 最后也帮他钓上石像 在孤独碉堡里面 其实这段我觉得也是触碰的 也说你已经尽力了 只不过很多东西令到你失去了 或者令到你做不到像我那样的 所以就加上帖子 但现在要再解释一下 是否这个New 52的Superman 是这个空间 但现在是一个共存空间 还是怎样 其实这个Lufos 52的超人 和大超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时间是不同的 即快了5秒 不是不同的Earth 因为它现在是同一个Earth 只不过New 52是一条新的timeline 而大超就在Freshborn之前 他之前已经被人捉够了 所以他再回到这个timeline 就有两个人 就好像闪电合那个时间残留 同一个人 但是不同timeline 他也有说大超的年纪比他大 当然了 他的年纪比他大 即是去回到一个成熟的 不是很年轻的那一年 我们经常救病 New 52的是中二病 所以现在成熟的人都回到 也有粉丝说 那现在New 52的Lewis Lane 应该都很接近 超人的两本书 我看完我也很触碰 即是Superman Rebirth 和新的Action Comics 我自己看完 就帮New 52 那本买过好钱 以及重新recall 旧的大超 那期是957 是的 很触碰 另外就是刚刚说 Fresh的Rebirth 交代他如何和Wally的交接 以及结束这个事件 之后他们如何各自调查真相 另外那几本就差一点 即是你认为其他的Superhero 其他的Rebirth就差一点 特别要插的是Batman Batman那本就是 你可以说一说 我没什么看法 没心机 其实Batman的故事 他和主线没有关系 他和特刊没有关系 他就是说Cellanderman 简单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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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到其中一個線索就是Candermans Candermans就是只有名字 進去後會說解釋Candermans是甚麼 Candermans只是一個連罷殺手 每一天他會用不同的方法去殺人 看日曆今天諸事不宜不殺人之類的 你說創作方面會似Sodiac Killer 如果大家留意了一些連罷殺手的新聞 那個rebird是控制了天氣嗎? 對 它一天會轉一軌 其實它不是控制了 它是有裝置可以令它有這件事 而這件事的背後是有些鬼計 因為Batman始終要跟鬼計拉上關係 其實今期的重點也不是Candermans 因為Candermans好像是Candermans 反而它是有另一個角色 就是Via Robin的主角 對 其實Batman就說 我有一個offer給你 然後他就去問 他就說我不差想再做Batman Batman就說 I'm not training you to be Robin 他就說他不想做 所以Batman就說 I'm not training you to be Robin I'm training something new 到最後就給他一件黃色的Batman清潔制服 是清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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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看的話就像Para Winger 黃戰士 然後到... 不是 它就像Star Trek那些黃色的黃色的衣服 劇情是等於零 亦沒有說會找回《笑面襟章》 也完全沒有 為何《笑面襟章》 下一集回來